跟來賓飆唱代表作王菲 隔往蕭敬騰無懼大陸 獻酬令年初飛往大陸賺飽飽 和網上傳說的是否一致 GO 這裡是105了 他手很長的 蕭敬騰狂街大陸 周知代言25場商演 即17黨代壯或是單集的真人秀 一輛取勝狂賺4.8億 三路絕境成為今年歌手收入仿冠軍 追過天王周杰倫 人生就像一場電影 每一針都是獨一無二的自己 儘管巡演中斷兩年 但包括世界名表靠11支代言 沒法新專輯的周董 今年近賬4.6億 幾次老銷 跟王一博雙帥合體獻唱龍的傳人 同樣天王級的歌手王力宏 也有四支代言四檔真人秀 也為多部電影獻唱主題曲 年收2.1億元排名第三 對比西進這位女星今年大部分都留在台灣 也越上排名 無論是廚具衛生棉代言都有她的身影 Ella因為疫情待在台灣 不過代言商品觸角更廣 也接下兩部電影集晚會表演 近賬出估1億元 超越暫停巡演的天后蔡依林 年收入9025萬元 這也是9013年以來 第一次沒有進入一元俱樂部 疫情未還的一年 儘管不少活動辦不成 但歌王歌后吸睛實力依然超狂 TVBN新聞上面在紅天台報導